禁止废话 在中国军人或者警察如果把自己的枪给弄丢了 这件事有多严重呢 和平年代过世丢枪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故意丢枪造成严重后果的 可能要上军事法庭 而且最高可判死刑 如果一个人一直憋尿会发生什么 膀胱会爆炸吗 会导致膀胱破裂而亡 目前世界最高憋尿记录是14天 如果要把银行卡存满需要多少钱 上限是999亿 因为再多就没地方打印了 租掉完的小鱼都去哪了 死掉的鱼扔掉 剩下的鱼继续工作 为什么羊皮罚子只用公羊 因为母羊产奶所以充气会漏气 长颈鹿是怎样运到动物园的 用食物诱导长颈鹿低头 母鸡蛋天天被拿走 难道它不会生气吗 会生气 所以别当着昆昆的面拿 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 辽宁号烧什么油 用的重油 为啥美国立任总统卸任之后 总统专车都要沉入海底呢 为了防止前任总统在车上动手脚 而且怕别人破解里面的防御系统 从而威胁现任总统的安全 你知道自己的行李不安检时 在安检机顶是什么样子吗 就是视频开头时的样子 你知道自然界中能够在千里之外 杀人于无形的东西是什么 刺声波 因为它和人体内脏频率很接近 所以容易产生共振损伤器官 母鸡产弹时为什么要放一颗饮蛋 因为母鸡喜欢存够一定量的鸡蛋 在开始孵蛋 所以看见一个蛋就想下一窝蛋 你知道吗 中国有个区域 所有飞机都会尽量的绕开此地飞行 这个地方就是西藏 鸡为何不能穿过西藏 因为山风太多 而且气候复杂多变 如果一个人坚持精断时30天 身体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会瘦 为什么宇航员不能在太空打阁 打阁会把胃里的食物带出来 为什么汽车座椅自带的头枕不舒服 因为它被设计的初衷 不是为了舒服 是为了在发生车祸时保护颈部 提领后的标签经常扎人 为什么厂家却不改进 因为这种标签成本更低 为什么晚年的狮子会被饿死 而老虎却不会 因为狮子是团队捕猎 但是老年狮子会被赶出狮群 所以会因为缺乏单独捕猎经验 最后饿死 老虎是单独捕猎 所以老了依然有经验谋生